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1年底离市 驱岁110 苏菊仙是清朝最后一期车举秀才 在家乡许多地方任教 总计长达46年之后 为了避免为日美服务 弃教务龙 与此同时 苏菊仙长期坚持书法 八岁炼自 1979年 已97岁高龄 获得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书法大赛一登奖 在百岁以后 他出版了诗集 获得了许多荣誉 成为上海当地有名的书法家 在书法纪 他有南仙北佛孙莫佛 享受104岁的书法家之名剧 画仙艳纪元 生于1901年 于2011年故去 是标准的110岁高龄老人 老人在年轻时东渡日本 毕业于早到田大学 东京大学 在回国后 文从沈梦了解 他曾与张大千联合举办画展 与当时的谢吴亮 郭墨若 张大千等交易深厚 燕纪元画风潇洒飘移 在当时 影响很大 燕纪元精通山水 人物 创客 书法 涉猎广泛 修养全面 被称为一代化仙 据传 朱德就曾称赞过 海外有个张大千 国内有个燕纪元